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李高楼低着头 继续观察了胡德的尸体片刻之后 他抬头看着大魔王问 改造人试验是谁在负责呀 不知道 不过 他们曾经找过 本来听到卡尔金夫的前半句 李高楼有些失望 不过紧接着他就眼前一亮 他们找过你 什么时候 这条线索非常关键 甚至可以说 对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至关重要 大魔王眼中闪过一丝久远的追忆 在我进入荒野区之前 或者说 我进入荒野区就跟他们有关系 就这样 在胡德这样一句 完全被解剖的尸体旁边 卡尔金夫 回忆起了十几年前的事情 这样的场面或许有些奇怪 但是李高楼听得非常认真 其实事情说起来呀 并没有太多复杂 十多年前的时候 大魔王在咖啡谷的权势 完全达到了巅峰状态 也就在那个时候 几位来自美洲的客人 找到了他 他们花了很多钱 不惜代价 想了很多办法 见到了卡尔金夫 最后将一份计划书 摆在了他面前 那个时候的卡尔金夫 也是在看完计划书之后 才知道这些家伙 究竟有多么丧心病狂 他们打算在咖啡谷 跟卡尔金夫合作 成了一家实验机构 所做的事情 就是改造人实验 这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类来说 这种想法都是极端恐怖的 天地人伦 这种东西 从人类文明诞生起 就已经存在 很明显 那所有这些 所谓现代科学的实验 没人知道 他们的终点是在哪 未来又会酿出 什么样的祸端 不论是基因重组 或者是人体改造 出此听闻 总会给人带来一种 强烈的震撼 李高楼听到此处 也是一样的心情 他迫不及待的问了一句 之后呢 李高楼带着几分忐忑 毕竟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谁知道胡德 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啊 大魔王看了李高楼一眼 我拒绝了 并且告诉他们 咖啡谷里绝对不允许 这样的实验存在 听到这句话的李高楼啊 心里啊 油然而生一种敬佩 可以想象 当时那几个人跑过来 到咖啡谷啊 说找他们老大谈生意 尤其是改造人这种大生意 那么给出的条件 肯定不一般 饶是如此 大魔王依旧没答应 之后 他们就离开了 然后 好几股势力 都针对我 最后阴差阳错 我被送进了荒野区 大魔王 大魔王说的简单 但是整个过程当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光想一想就能知道 以大魔王的实力 怎么可能被人活捉呢 尤其是大魔王被送到这荒野区里 这对整个美洲来说 绝对是头等大事 如今 卡尔金夫重新提起 却好似满脸的平淡 现在看来 胡德应该是跟那几个家伙取得了联系 说不定 实验室已经射在咖啡谷了 重新将目光转向胡德 看着他身体之中那种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骨骼 大魔王的声音突然之间冰冷 李高楼就坐在他对面 他莫名有一种站立的感觉 不得不说 卡尔金夫的猜测 很可能是对的 毕竟现在胡德的尸体 就是最好的解释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那个实验基地 会藏在什么地方 稍微停顿了一下 李高楼问 那胡德有没有什么亲信 会知道他的一些事呢 既然胡德死了 那想要从他嘴里 得到消息肯定是不可能了 这个时候 只能从活人身上想办法 不过卡尔金夫却摇了摇头 我已经问过了 胡德只有一个亲信 叫米考尔 不过他已经死了 听到米考尔这个名字 李高楼眼神闪烁了一下 很简单 这名字他知道 之前呢 抢亲的时候 李高楼可不就是伪装成 米考尔先生才得以脱身呢 没想到 现在又听到这人的名字 不过我已经听闻 胡德很多时候 会秘密的派遣米考尔 离开咖啡谷 去跟外边的什么人接触 但是现在米考尔死了 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微微皱着眉 卡尔金夫啊 的确挺无奈 整个咖啡谷的面积 可绝对不小 而且这地方还处于 美洲板块的边缘地带 所以地势相当复杂 哪怕当年就是大魔王 把这给划分出来 实际上有很多地方 他自己都不知道 想要在这找一个 秘密的实验室 那绝对是大海捞针呢 就这样 两个人都沉默着 然后突然间 李高楼想到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跟你联系的人叫什么 卡尔金夫见过那些人呢 所以只要他可以提供名字 那自己应该可以 从这生死部上 得到一些消息 在小李同学的 期待目光中 大魔王点了点头 记得 为首那个人 叫威登 本来等待答案的 李高楼听到 威登这个名字 脸色顿时一变 这人他认识啊 那威登先生 是自己天命公司 第一位客人 之后更是因为 夺魂针而死啊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 李高楼从何臣的口中 得知 这个威登居然是 何高安生前的密友 而现在 如果当年真的是 威登带着人来 跟卡尔金夫谈生意的话 那是不是也可以 同时肯定 这座人体改造实验室 又一次跟何高安 扯上了关系呢 事实上之前的时候 李高楼就有所怀疑 只是因为 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并没有执意 把这件事跟何高安 扯上关系 但是现在 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 甚至于 李高楼脑海之中 都有了时间发展的 整个过程 整个时间线了 一定是何高安 跟威登 达成了某种协议后 威登带着人来到咖啡谷 但是之后 合作没谈成 之后呢 想办法让卡尔金夫被抓 他们则是跟胡德 重新商谈了合作 因为他们看中的是 三部馆的这个咖啡谷 看中的是 这个不法之地的地方 而这到底谁说了算 他们无所谓 所以大魔王的猜测 应该是对的 那个实验室 就在咖啡谷 可是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李高楼并没告诉 大魔王 威登已经死了的消息 因为就在这一刻 他脑海之中 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威登的确已经死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 他跟咖啡谷之间的 关系断掉了 所以如果没猜错的话 米考尔先生 每次离开咖啡谷 应该是去跟威登联系 那么或许真的可以 按照自己脑海之中的想法 去尝试一下 至于说怎么尝试 尝试什么 只有李高楼自己知道了 很快 他将目光 从身边的尸体上收了回来 他一脸严肃地 看向了卡尔金夫 卡尔金夫先生 这个实验室必须找到 否则的话 这是个大麻烦 这句话也是李高楼 此时最为真实的想法 从最开始知晓了 何高安这个名字 再到今天 李高楼也没想到 自己会一直 站在他的队里面 但是这样的事情 不论出于什么理由 他一定要制止 而现在 如果实验室 真是在咖啡谷里的话 那必须得借助 卡尔金夫的力量才行 或者说 他的态度至关重要 大魔王自己也明白 李高楼这句话什么意思 没多想点头答应 我马上安排人去搜寻